把那個程式把它丟到雲端上 所以剛剛那一段 最難的地方應該在這裡 SQL Insert into 後面串一個串點 這個串的地方 如果是它的格式是 Test的話還有Date Time 前面一定要單引號 這個都很容易出錯 一個地方錯 後面就全部錯了 所以我們可以換一個方法 就是比如說用Excute Many 這個也是我在官網上面查到的 官網裡面有那個Documation 其實以後相關的參考 其實一手資料就在這個文件裡面 比如說我要針對3的地方去查 裡面的話它有個什麼Library的Reference 針對那個什麼呢 LibraryReference裡面 它會列出來哪一些哪一些 其中那個SQL Lite在哪裡呢 第10幾張呢 有沒有看到SQL Lite 它是放在 20張嗎還是哪 Stratio有沒有看到 這個HTML SQL Lite的 12.6 對這邊 12.6這裡 對 SQL Lite 所以相關東西官方網 官網上面都有啦 只是說你要去爬啦 只是說我只是爬完告訴你結果而已啦 其實背後是都有把它裡面想的 裡面它有提到就是有一個部分是可以用什麼 除了用Excute之外 你可以用Excute Many 好像在底下自己可以查一下 這邊很多 那其中有一個是Excute Many的說明 我看它這邊應該也有一個那個清單吧 我有看到裡面有一個Excute Many 它的做法實際上就是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list給它就可以了 那語法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的例子 就是我們剛剛的程式 其實改動一個地方 改幾個地方 就可以利用Excute Many 第一個就是呢 我們在Excute的時候呢 可以把Excute語法改成Excute Many 第二的話呢 就告訴它說 我Excute Insert into 我以後的話呢 後面就用問號問號來表示 就不用管它什麼是 對對對 怎麼單一號雙一號 不管啦 反正 所以最難 我覺得這裡可以解決蠻多問題的 但是呢 你需要給它一個list 這個list 就是說你已經串好的東西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list 1先切開來之後 再把它 用append 放在list2裡面 也就是說 切完的東西 一個list 再放到list裡面 因為list 它可以放很多形態 list裡面還可以再放list 所以呢 看到了結果 也許我們把它print出來 它大概就長這樣 我們先不要committ 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什麼 這個大的list 裡面有一個小的list 那這個小list 那這個小list 就是一筆資料 兩筆資料 三筆資料 一直類推 有沒有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 丟給什麼呢 丟給那個execute menu 它就可以怎麼樣呢 幫我直接執行 特別重要 就是 這個東西 丟給execute menu 所以我把這邊execute menu 把它直接執行一下 這邊把它註解掉 OK 這一行就不要 那就是 多一個execute menu 然後把這個東西 append 最關鍵是append append 反正一直幫我 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呢 就 不要管裡面 反正你告訴我幾個欄位 幾個欄位 幾個問號 然後呢 就把這個list 丟到後面去 所以多一個參數 它就會自動幫我 把資料丟進去 不過因為我們剛剛 有create table 不過 會有重複資料 因為primate key 裡面 假設你用一樣的東西的話 那會出錯 所以呢 我在上面這邊 多寫兩行 其實就是把這兩行 複製貼過去 改什麼呢 改一個叫drop table 其實drop table 本來寫這樣就可以了 drop table member01 但是有可能一種情況是 它根本沒有 比如說第一次執行 完全沒有 那你drop推出錯 所以你可以加一個敘述 create table 是if not exist 那drop table是什麼呢 if exist 對 如果他在就幫我刪掉 如果他不在就不刪 因為你如果第一次執行 他一定不在 如果第一次執行 沒有member01 那你又要刪 那一定會出錯 OK會掛掉 所以呢 我們這邊 if exist 就把它刪掉 然後把它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會成功 OK 輸入成功 它這個好處是說 第一個 應該會 execute menu 應該比較簡單 語法比較簡單之外 另外的話呢 執行效率也會比較高 不過呢 小量資料講過 沒有 感覺不出來 你可以找個大量的資料 比如說 超過100萬筆的資料 那就會有感覺 哇 差很多 再來的話 一樣把它slate出來 所以如果把它slate出來的話 那資料都出來了 不過會有剛剛一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沒有把什麼 把那個 電話後面有一個反斜線 跟repress掉 不過 這個repress 要在哪邊repress好啊 反正你們自己再 再去想想看 這邊excute menu 因為我這邊 要把它塞進去 除非把這個list1裡面 最後一筆 先把它掉出來 修改之後再塞回去 有點麻煩 不如你還有一個方法 不然就是 在這邊怎麼樣 輸出之前 電repress 有沒有 在這邊repress 然後一樣 在這邊去做什麼 做那個 把它取代的動作 repress ok 然後呢 這邊一樣 如果你不要那個 反斜線 在輸出的時候呢 你再去把它清掉 ok 那這樣試一下 理論應該就會把什麼 有沒有 後面那個東西 當我輸出的時候 我再來repress 也ok 反正時間點 那只是說 程式有時候是 當然 換個地方寫的時候比較簡單 不然你如果在那邊要修改 再塞回去 ok 那這邊的話 會有這個 用 excuse many 我一樣有把 最後我寫完的程式 也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這個今天大概 先講到 其實還有 excuse many 這裡 還有那個update 跟delete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回去再試試看 下一次我們再接著講 畫面再還給各位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要繼續再往前推進了 就要再看那個第六個單元 如何抓取網路資料 網路資料 一樣 抓下來的資料呢 還要再塞到資料庫 所以 這個excuse 跟excuse many 後面還會 會不斷出現 因為你資料如果下來之後 你沒有把它存起來 那你下載它 好像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通常會先放資料庫 那你後續要 產生報表 產生圖表 反正就是再去資料庫 把它撈出來 做後續處理 ok 或者你要再轉存 那所以下個禮拜的話 會繼續 開始就講到有關那個 爬網路資料 那把它再塞到資料庫 所以這部分的難度相對的 也會 會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回去 還是 要再花一點時間 所以如果今天講的那個 像開啟檔案 或者是說 list dictionary 那些 假如你還不是很熟的話 回去恐怕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再來就是 資料的那個 CRUD ok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練習C跟R U跟D沒有 不過U跟D其實也一樣 只是說下一個SQL譯法 讓它去做一個處理 那這部分也許下個禮拜再來看好了 ok 那今天就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下一次的話 接著就是再來看那個 接取網路資料部分 這部分 好 喔 然後